不得不说相声演员的可塑性非常强 学什么相什么 近日岳云鹏就为某视频平台拍了一个宣传片 宣传片里岳云鹏再度挑战男女老少造型 一会儿是头发胡子花白的老爷爷 一会儿又是爸爸 一会儿又是活力四射的小伙 更觉得是忙着给家人做年夜饭的妈妈 有意思的是既然是妈妈 细节上也绝对强劲 耳环项链都不能少 有粉丝就说耳环看着还挺像真的耳洞 看着岳云鹏挑战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的造型 每一款居然看起来都是唯妙唯小 耳环确实像真的耳洞 看来这个造型师的创意真的是让人服气 可能岳云鹏本身对细节上也有要求 不只是耳环 还有扮演老爷爷时的称呼 众所周知 岳云鹏有俩女儿 基本上对老年男性的普遍称呼就是爷爷 但是在岳云鹏的宣传片里 话外音称呼的却是老爷 之前曾经一度被传岳云鹏有个儿子 只是岳云鹏一直没回应过 就是没承认也没否认 这些年他和老婆分享的网上日常里 公开的也就是俩女儿 看来有关儿子的传言可能真的空穴来风 因此岳云鹏拍宣传片也在称呼上都很严谨 毕竟俩女儿长大 结婚生子之后 他的身份只能是老爷 拍个宣传片连称呼都这么严谨 能火成现在这样也是有道理的 有句话不是说细节决定成败 在注重细节上 岳云鹏没让观众和粉丝们失望 当然除了关注岳云鹏的宣传片外 更多人关注的就是今年的央视春晚 会不会有岳云鹏 19号和20号两天 央视春晚进入连排时间 19号不少演员已经被媒体偶遇 但粉丝们却没等到岳云鹏 小剧场演出中 岳云鹏也说准备了今年的春晚节目 就像粉丝说的那样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没办法保证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